這個世界我們所有的民意代表徵務官 因為我們制定的法律跟政策不足 我們要扛起所有的責任 台南一名男子暴打還沒有滿月的兒子 原因竟然是不滿寶寶長得像岳父 而且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對家人拳腳相向 事件一出社會各界都相當震驚 所謂虎毒不食指 我聽到這個孽童案 實在是令人發誓 蔡總統 你的社會安全網不是不齊的嗎 是不是會到處都是破洞的 清德兄 如果你有疑大會 那就請你特別關照這些老弱 這個案件是因為 塑內統的媽媽偷拍 然後事件才得以曝光 到底是我們的通報系統失靈的 或者是我們的宣導部 讓受害者讓社會一般大眾 對於我們公權力沒有信心 認為我們的政府不足以保護他 我想對於第一線的社工 事工 還有警察 我們都智商最高的經驗 這個事件 我們所有的民意代表 真不管 因為我們制定的法律 跟政策不足 我們要扛起所有的責 我想對於社會一般大眾 如果發生任何事情 請你不要動用施行 以免觸罰而不搶失 以免觸罰而不搶失